之前在上海杭州去过一些古镇 觉得那些藏在城市里的古镇都差不多的样子 直到今天来了杭州富阳龙门古镇 是完全另一种体验 这座乡下的古镇不真的是太难了 这里距离杭州市区50多公里 相传此处是孙权故隶 村子里的人都姓孙 小镇依山靠水而建 古镇里的明清古建筑 和现代的三层小路紧密相连 形成绵延树里的庞大建筑圈 远处山峰迭伦 会成一幅巨大的山水画 走在小镇里都是石头汽城的围墙 高的地方有四五米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石头墙有那么高的 不过有一点不能不说 这地下的鹅卵石太个角了 我走路都搅的 如果是石板路就好 小镇里许个古厅堂依然在使用 走过这里的古董长廊 仿佛可以看到昔日里热闹的景象 古镇里有一条横穿小镇的河 河水十分清澈 在这个三十多度的天气里 我终于还是忍不住 直接穿鞋走进了河里 汤水走在河里 看着河里的小鱼 到着流色 这里绝对是周末放宽自己的好去处 如果你也在杭州 一定要来这里